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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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我們簡化一點就打橫那一條 在上面的個案 其實你會見到它有兩個碳葉十四條雲在那裡 下面的情況也是一樣 有兩個碳葉十四條雲在那裡 有些同學就說 什麼時候是EVAL 什麼時候是MIFAL 我把剛才的情況畫出來之後 其實大家都很清楚 上面的情況是有兩個斷開了的carbon chain 所以這個情況我們就叫做 3-3-DIMIFAL 有兩個CH3的 那下面的情況是沒錯 都是兩個碳 但是這兩個碳是連貫住的 所以你將它裡面每一個的carbon 和hydrogen 寫出來的時候 它是一個連續的CH2 CH3 它就會是一個EVAL Group 另外就算它同時之間出現在相同的carbon上面 就是這個第三號的carbon上面 我們都不可以說什麼3-DIMIFAL的pantane 是要3-3-DIMIFAL的pantane 兩個都說出來的 好了 搞定的話 然後我們就再加高的難度了 Subsiduan 或者是一些prefix 其實就不僅是一些炭鏈 可以是一些halogen的group Haloogen的prefix 的名字 相信大家應該比較容易記的 因為跟它本身的elements的名字也很相似 而我們要去排序多個subsiduan 一起出來的時候 記得一定要以這個alphabetical order來做排序 即是說英文字母信罪 我們又看一些例子 以下面這個為例 2號的碳上面 4號的碳上面 就會有這個subsiduan在 2號碳有corine 4號碳有mifal 有些同學可能說 其實為什麼不是這個2這個4呢 而要是這個2這個4呢 其實這個概念很簡單的 因為corine是行先的 它是c的 mifal是m的 跟這個alphabetical order 它就一定要排在前面的位置那裡 假設兩個都是數著24的位置 不分彼此 我們就會令排先的優先次序 通常我會這樣形容的 就是送個順水人情給它 反正大家都是24 不如就令到個小一點的數字 就排前一點 相同的例子下面的情況也一樣 無論左去右這樣排24 右去左這樣排都是24 大家都24的時候 因為bromo 它是b 一定行先過c 所以我們就會set bromine group 就是一個2號位 而不是corine group 是2號位 行不行 我們再看看其他例子 記得順水人情這件事 是指左到右到左 或者任何的方法 數出來的位置 是一樣的 我們才會派出去的 但是如果像這個case 我們由左到右這樣數的時候 這個是1號位 這個是4號位 由右到左這樣數的時候 這個是2號位 這個是5號位 是不是 OK 那時候我們依然會維持1,4 縱使行先的bromine 會因而變成4號 但是我們不在乎 因為我們首要要重視的 一定 是將那些subsidine的位置 名字到最小的位置 所以就算bromine行先 我們都是要犧牲的 就要找它做4 不可以找它做2 明白嗎 下面的情況 再說多次這個重要性 我們找出最長探鏈的時候 就應該會找到這個pantane 是不是 而如果是由左到右這樣數的時候 這個是2號位 這個是4號位 但是2號位上面有兩個subsidine 分別就是coral 和mifal group 而4號位就是bromine group 這樣數的話 我們就會叫做224的情況 但是如果由右邊數回頭 由右邊數回頭 bromine的確可以選出一個更加小的數字 但是 那個數的方法就變成了244 在比較上面的數字就會大一點 我們就不取這個選擇 就會選擇了 4號位的情況 所以我們就會說 4bromo 2choro 2mi valpantane 記住每一個英文和數字之間 用hyphen來選擇它 明白嗎 可以的話 就跟大家說說special case special case 其實就是一些我們所謂的subsidine 上面都還有subsidine 有某些學校是有教的 但是我guarantee你 在DSC裡面不會考 我也會解釋為什麼 我會教你什麼名字 首先我們找出最長的 就是這個的吃星 然後什麼叫做維茲 subsidine上面的subsidine 留意著這個group 它的group 就是一個e-filegroup 但是在它第一個碳的位置上 就是這裏 無端端還有一個me-filegroup 在那裏 那我們要怎樣去name這件事情呢 學校老師或者書 通常就會教你用一個括弧 即是說這個方法 首先這個三字 是形容着 1、2、3 它在3號位上 有這個情況發生 接著我們就要告訴別人 最長的那個 支鏈的碳 的連續 那個情況 是兩個 所以就e-filegroup 但是也要告訴別人 在1號位上面 就是在這個 紅色的支鏈上面 的1號碳上面 或者用黑色筆來 去show 就會有個me-filegroup 在那裏 它一定是1號位 不會是2號位 所以這個1字 你不寫都沒有問題 寫了也OK的 我們就用個括弧 要告訴別人 這裏有什麼是me-file-e-file 其實就是因為 subsection1上有subsection1 然後name的方法 也是跟回 其他的我們剛剛說過的skills 所以在2號位上 有me-filegroup 我們就寫在這個位置上 再寫吃星 但是這一種的做法 在我們hilevel的chemistry 裡是不會這樣name的 這些特別的group 通常也會有一個名叫 例如這個group 好像一個Y字的情況 我們會叫它做ISOPOPAL 這個是更加常用的 不要說常用的 基本上是所有人都會用這種Naming method 又或者甚至乎你去一些化學用品的店鋪 去買Chemical的時候 你都會見到ISOPOPAL這個字 最普遍就是前陣子有些人買一些酒精 幫人家居消毒的 正常用Aphenol 你應該見到新聞有賣過 有些人賣了一些有毒性高的ISOPOPAL ISOPOPAL的學位其實是這個 其實是Propane Tool 但是更常會叫的名字是ISOPOPAL 不過這個在DSE裡面就不用認識 應該都知道怎樣名字 和知道在DSE裡面不重要 最後我們就要講講其他Functional Group 怎麼辦 Alkane沒有Functional Group 所以他們的名字是ANE 如果有Functional Group的話 例如是CC Double Point 我們就會叫做ENEN OK 告訴別人有Double Point的存在 至於OH的話就叫O 跟著Alkane No Exit 就叫Ohe Exit 這些都很容易理解的 但是有件事大家要注意的 就是Functional Group 它的位置是一定要名字到最小的 它是大了特權的 我們無論任何情況下都要將它做到最小 例如我們左上角的這個例子 理論上由左邊數起的時候 這個就是一個二四的情況 應該是小一點的一個 combination 如果是由右手邊數的時候 這個就會是三五的情況 但我們會選擇三五的 因為如果我們選擇了二四的話 這個Functional Group 就不是處於一個最小最小的位置上 我們就不會取這種的做法 是要把它選擇到最小 選擇三五才正確 所以它就是一個3.me file Haxing 3.0 有件事要注意 其實這裏本身 應該有一個E在 但是E 因為這個O 就撞了響音 所以我們就會刪除了它 不過當如果那個Alcohol Group 是出現了兩次 你是要用大來形容它的話 這個大 OK 那時候你就會發現E是出回來的 因為那兩個響音英文字母 就被大家開了 同時之間出現了兩次 當然要用數字 告訴別人他們兩個Functional Group的位置 好像這個情況一樣 Panting 2,4,Dial OK 記住了這個E是不少同學都會漏了的 最主要原因是剛才提及過 就是因為響音字被人隔開了 就要寫下去 那相同的情況就好像下面這個Propane No Exit 三個碳兩個Exit Exit 就因為它永遠都是Terminal的Position 永遠都是最後的 所以我們是不需要告訴別人 它的位置在哪裡 在這個Case下 我們就會叫它做Propane Dialic Exit 那個大前面你會見到有個E的 原因都是那句 因為O和E被大分開了 E就會寫下去 這個情況 在Alkene裡面都會發生的 Alkene裡面你會發覺 我們這個 六個碳的結構 由左到右 又到左這樣數的時候 你都會見到 二號碳和四號碳 開始有一個CC Double Bond 我們就不能叫它做Hex 2,4,Dial 我們要叫它做Hex 2,4,Dial 都是那句 這個A和這個E 其實就被Di分開了 所以我們就要跟這個A 明白嗎? 今次的Sharing 就到這個位置 如果大家都會覺得 IUPAC naming 經我講一講之後 好像通了一樣 有機會稍後時間 我會將其他 例如Aldi Keytone 又或者Asta的Naming 都會拍完短片 跟大家分享一下 記住 如果覺得我的影片 是有用的話 就一定要Subscribe 和Follow我Instagram的Account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